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那今天跟大家探討一個 研磨均勻度的問題 因為很多網友 可能在網路上看到很多的 廣告詞或者說一些探討 會一直強調說 磨豆機的均勻度怎樣怎樣怎樣 那這件事情到底對你的充足來說 重不重要呢 磨豆機的研磨均勻度 確實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也不要過分的偏執 為什麼呢 我們先以大部分的居家充足的角度來思考 譬如說可能兩千三千塊左右的入門機呢 它的細粉或是粗粉的比例確實是蠻高的 所以各位在充足的過程中 由於細粉跟粗粉都偏多 你就風味上就很容易 無味雜陳 你喝起來就特殊風味也沒有 甜感也不容易掌握 甚至於每一次充足起來都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階段大概到兩千三千塊的這個磨豆機呢 你確實 是有必要去追求粒劑的均勻度的 但是 當我們追求到的粒劑均勻度可能已經 到另外一個等級 譬如說你可能使用的是上萬或者是 兩萬塊左右的交流磨豆機 譬如說NEXG 或者說小富士 或者是一個比較好的手搖磨豆機 可能三四千塊的手搖磨豆機 到了這個程度的時候呢 就不光只是在探討均勻度而已 而是要探討 除了均勻度之外 它的粒劑分布 因為呢 到了這個程度的情況之下呢 可能均勻度已經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是呢不同的刀盤 呈現出來的風味的差異性還是很大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在瘋狂追求均勻度呢 其實對你來說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甚至於如果你使用的是均勻度非常好的磨豆機 譬如說實際上Commandon 它的風味呢可能就會 集中 但是會相對來說會比較呆板 你反而不容易刻出層次變化 複雜度會比較差 所以呢用這種手搖磨豆機 反而你要注意你的手法可能要一些差異 比如前後的差距要大一點點 才能夠做出比較多的層次 讓你的 咖啡豆的釋放風味的速率呢 要有一點點差異性 這樣才會更好喝 因此我們對於 磨豆機的研磨度呢 我們要有適當的了解 就是當我們位在一個比較不均勻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應該往 好的地方追求 但是當我們到了一定的程度以上的時候 我們就要我們反而更重要的是要了解 磨豆機的特質 而不是再過分的去追求 在追求上去也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那以上就是學長對於 研磨均勻度的一些 理解 那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去思考 那如果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如果喜歡學長的頻道的話呢 可以訂閱 那我們 硬拍90秒下次見 拜拜